主席 好,好 感謝大家 大家透過線上來參加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就是探討 這個前置處理器 這個前置處理器就是所謂的 pre-possession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幾件事 就是說我們想要探討 就是在新的西元規格 就是從 我們過去都是探討 C99但是我們今天想要來探討 這個西元在 2011年最新的規格 然後在西元 最新的規格就是 C11 它有一個新的關鍵字叫做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可以搭配 Maker做到類似 C++Temporary的作用 不過這兩個東西其實還是有一些差異 就是C11跟C++還是有一些差異 然後再來我們就來探討 這個西元的這個 物件導向設計 然後 比方說用在這個ADT 抽象資料形態 還有一些所謂的範圍層次設計 還有一些層次產生器的一些 一些技巧 然後我們終於來開始了 這個最近 在Facebook跟Twitter上 我看到好多一個很有趣的訊息 那其中一個訊息是講到這個 就是說如果讓你的 層次設計師朋友懷疑人生 其實你只要把它層次碼裡面的分號 換成希臘文的冒號 我們來看一下希臘文和 冒號長什麼樣呢 它長這個樣 希臘文的冒號 希臘文問號 希臘文問號是長這樣的 然後呢 可是呢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看到的問號呢 就是我們 英文叫做 叫做 Semicurrent Semicurrent的話就是 它基本上它長什麼形狀呢 是標起來這個 所以 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在 Make a File 或者說你在編譯的過程中 你加入這個 這樣的一個 描述的話呢 就會發現你有趣的事情 然後這時候怎樣 希臘文的編譯會怎樣 它會 跟你抱怨 抱怨說它 它遇到什麼 它遇到這個 就是 遇到解析上的問題 因為 我們能夠接受的 換狼符號是 所謂的Semicurrent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換成 形狀很像 但是形式意義完全不同的 就是這個 希臘文的問號 那這個程式就不能 不能自行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 跟Prepancet有什麼關係呢 事實上 你看到這個訊息 就是說這個 減低啊 這個就是要求 編譯器去設定這個 把 Semicurrent換成什麼 換成希臘文的問號 所以你會得到 程式模樣相近在怎樣 實際作用不同的 好 那接著我們又看到這個 希家家 這個我想希家 大家寫程式的話 很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這個 所謂的Tamper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這段 標註出來的程式很有意思 這是希家家的程式 但是它非常複雜 你已經無法了解這個 這個程式在做什麼 這個是來自這個 Deliver 然後呢 這就是好幾層的Tamperate 所以在希家家的程式設計中 其實這是一個很困難的 很困難議題 就是說這個Tamperate使用 好 那我們今天探討對象 其實跟Tamperate有點關係 我們用一個 希元的風格 希元的方式去 施作 類似Tamperate的機制 好 然後呢 在我們上一次啊 我上一次就是來探討 這個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 然後呢 事實上呢 我們有講了一小部分 這個 我們在探討物件導向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講到 一小部分的這個什麼 嗯 free processer的作用 那我當時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當時想要就是 把那個物件封裝起來 物件封裝起來的時候 我們想要做一些 額外的處理 好 比方說我們想要 嗯 實作 實作出界面 跟 把界面跟實作本身把它抽離出來 然後呢 一旦實作跟界面可以抽離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甚至去實作這個 所謂的 多型 還有繼承 你可以在 多型的繼承都可以透過這種機制去實作 嗯 嗯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今天探討的這個 pre processer有很多關係 因為如果你可以善用這個pre processer 或是善用這個macbook 你可以讓這個城市開發更容易 更容易維護 好 那這時候我們再來探討 這有兩個機制 這兩個機制都是在C99就規範出來 那一個叫 strimification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GCC的手冊 這個是C99規格 所以基本上你現在接觸的大部分的編輯應該都可以支援 好 那這個在做什麼事呢 基本上它讓一個表示式變成一個自傳 好 我再講一次 今天一個表示式 比如說像放在asset之後 或是放在一個像是macbook這個 好 像你可以看到說我這個反白的區 這一塊 這個esp呢 esp呢 esp是由這個開發者代入的 代入的一個表示式 它可能是一個 一個e 或是一個符號 當然它也可能長 比如說 if a大於b 好 它是一個expression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把expression變成自傳 那把expression變成自傳 那把expression變成自傳呢 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如果你可以把expression變成自傳的話 你可以 比方說你在資金時期 拋出一個什麼 拋出一個警告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macbook的作用就是 if 這個esp 就是所謂的表示式 這邊呢 如果它成立的話 這個表示式 不管是a大於0 或是其他的操作 如果a大於0的話 這個標準錯誤就會輸出這個 這個表示式本身 而且用自傳形式輸出 所以你在西語言 可以看到一個assert 事實上這個assert呢 這個實作呢 其實也是用類似的技巧去輸出出來的 assert 事實上 它也是用什麼呢 它也用這個sutification 這個pre-processed的 的指定去支援的 所以assert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後面帶入的東西 就是一個 一個expression 所以assert如果可以 在實行時期 可以輸出這樣的一個 自傳 意味著什麼 這個expression呢 在執行時期 就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一個 自傳形式 去輸出 那在assert裡面呢 在西語言的assert裡面 就是西語言標準還是酷的assert裡面 那如果你特別去定義一個n-debug 注意到這是n 不是node n-debug的話呢 這個自傳呢 本身會被忽略 這個是在西語言的標準還是酷的實作 好 那 所以我們先介紹這個東西 叫sutification 所以它可以讓你表示式片的自傳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叫什麼呢 另外一個叫做concatenation 這個字是什麼呢 它中文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那種連接接續的意思 好 那這個描述很多 我們直接看範例好了 如果我們考慮這個樣的程式 這樣程式是在 開發上很常見的一個形式 就是說你可能有一個 命令解析器 比如說像Linux的share 像Windows的cmd 那這個命令解析器呢 你會接受一個命令 那接受命令之後呢 你會挑到指定的這種 指定的那個 指定的位置去執行 所以你在這個structural command裡面 放了兩個 一個是指定的名稱 一個是function pointer 好 那所以呢 你在初始化的時候 你會這樣寫 你會寫 比方說quit 然後再來是 對應的這個quit command 然後help command 好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 這個過程中 這個quit 其實出現了什麼 出現一次 出現兩次 左邊一個quit 右邊一個quit help也是一樣 左邊一個help 右邊一個help 那如果說你遇到的事 就是如果有人打錯啦 比方說把qult 打個qlt的時候呢 那會發現什麼事 不管是左邊打錯 右邊打錯 就會導致什麼 會導致變認錯誤 或是連結受失誤 好 如果更不幸的是這個命名 剛好有些地方剛好是命名上有衝突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之前的時候還是錯人 好 為了避免這種打錯字 降低這個開發效率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想去提升這個程式的可維護性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訂一個macro 那這個macro呢 直接取代取代上面這個quit help這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我打這個command 一個macro叫做command 那事實上它就展開成上面這個 好 所以我來看一下它怎麼寫 第一個呢 先用那個signification把它轉成自傳 所以把這個表示式 所以這表示式可能是quit把它轉成自傳 所以它就變得有雙一號的quit 好 那接著呢 就是呢 後面的學會比較大一點 它把quit或是help 後面接著這個底線command 所以它就會合成出什麼呢 合成出像這樣的東西出來 或是像這樣的東西出來 好 那不過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prepossession是在C元之前的 所以我們快速複習一下這個流程 所以在這個編譯的過程中 基本上它的流程是 它的流程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你這個header file也好 C program也好 它會透過這個prepossessor 那在葛諾圈的話 它的名字叫做cpp 好 然後呢 接著會經過什麼呢 這個輸出的結果才會交給這個C元 compiler 然後呢這個C元 compiler在unit上叫做CC 好 然後呢CC會產生的object file 然後object file之後呢 才會怎樣 才會透過link去輸出這個最重執行檔 好 那附帶一題的是 附帶一題的是 附帶一題的是這個 我們在下個月 依據我們來探討另外一個議題 那這個另外一個議題 跟這個編譯系有點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一起在下個月 會來探討這個link 因為我們在今年的2月份 就已經講過這個unpilot 那我們接下來在7月份的時候 會來探討這個link 所以你會聽過像是 一些simple啦 藍面link啦 還有甚至用 怎麼用GDP追蹤 就是我們下個月要來探討議題 好 那 不過呢回答我們剛剛要求 我們來看的地方 所以我們實際上 今天探討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在preprocess的部分 所以在CC之前 在C compile之前 這些議題 所以你看看說 像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操作 像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個東西其實在怎樣 它是在西元編譯系之前去出現 好 好 那今天我們來探討一個 用個案例來說明 用個案例來說明這個 程式的運作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我們這學習的一個作業 這個光線追蹤的程式 光線追蹤 這個光線追蹤 是一個 一個在電腦圖選 常見的一個技巧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Rendering 阿文 就是它這個Render是 就是去描繪 就是描繪每個點 每個線 之類的 都描繪 對岸的翻譯 叫做 渲染 這個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渲染 這個你不覺得奇怪嗎 反正Render翻是渲染 渲染 我在20年前看到的翻譯 叫做描繪 所以我就照著20年前我看到的翻譯來寫 雖然它最近的翻譯 就是最近對岸都翻成渲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好 光線追蹤的關鍵是什麼 它是從眼睛 注意到它是從眼睛追出來的光線 而不是從光源發出的光線 所以它的那個行為 是跟物理上是有些差異的 但是這個是 這是符合人的 人的期望 好 那我們這學期我們做一件事 也不是這學期 這學期就要結束了 這個 教完成績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在春季班 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寫一個小程式 這個 只有650樣的一個 蜥蜴園的程式 那這個可以做光線追蹤程式 它只是一起來效果像這樣 你畫面都看到這位 那樣子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 今天這位裡面有三個球 三個球 然後有三個 三個 三個 牆面 所以有 白色的牆 藍色的牆 還有紅色的牆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最少有兩個光源 一個光源 是從上到下 一個光源 是從左下角到右上 最起碼看到兩個光源 然後你會發現還有反射 你可以看到這三顆球 在這個 在這個光線追蹤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 有三顆球 就是 反射三顆球 然後反射三顆球 如果注意看藍色那顆球 藍色那顆球 它反射之後 白色那邊反射之後 它還是淡淡的那個藍光 然後 這個 然後這個 反射是跟它的深度是有關係的 然後再來你會發現說 有一顆球有點好玩 有一顆球它有紅色 有藍色對不對 這個 我們選這三個色 跟那個 跟那個政黨的比例 是沒什麼關係的 好 因為照目前政黨比例 藍色 那個綠色應該多一點 好 那只是請問參考 好 所以這個就是怎樣 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球 最接近 最接近你的眼睛視角 那個球 就是有紅色藍色 還有白色球 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白色球跟 綠色球 它是不透明的 但是 那顆 顏色很繽紛的球 是怎樣 它是透明的 好 那所以我們這個 650行的程式 來做什麼呢 650行的程式 就是來做這個 所謂的光線追蹤 好 光線追蹤程式 我們經常不是在講 那些數學的那個技巧 我們經常講的是 寫程式的技巧 然後呢 在這個程式碼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先來確認一下 所以這個程式碼呢 是 這個工具壞掉 反正總之它的程式碼 是在 650行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來講的話 有一些 技巧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在畫面中 看到這個 obje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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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你會看到一些 有點有意思的東西 你第一個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媒體叫做 就是宣告一個物件 然後這物件帶有點內 好 那接著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講過那種 兩個警號的東西 兩個警號呢 就把它連接 所以兩個警號把 把左邊這兩個底線 跟這個名字 然後呢 後面這個底線弄的 把這樣連接起來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你會看到說 所以 事實上呢 這個 這個Maker呢 它會生成 好幾行 對不對 你最喜歡看到 1 2 3 4 5 6 7 8 會產生8行 所以基本上底下會帶入這個 會呼叫三次嘛 所以呼叫三次就會展開三次 所以總共會展開多少行呢 8乘以3 所以總共有24行 所以它會展開24行 好 注意到 所以它是設立到展開 然後呢 這個 關鍵 關鍵在哪裡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展開層次碼 會長什麼樣 好 所以它展開出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展開之後 會得到這樣的東西 好 所以你用Line去展開的話 對照它來輸出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念會用Line去帶入 然後呢 同樣就是 有這個 Type Define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會這樣 它會用這個 也會用這個帶入 好 同理呢 你可以看到後面可以看到什麼 這後面有什麼appan和delete 好 所以基本上它會生成這些詞子嘛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的詞呢 我們用的詞叫什麼 叫做Generate 好 Generate 那中文翻譯叫做產生 那對岸的翻譯叫做 對岸的翻譯叫做生成 好 生成 好 那所以就是 我們用這個術語 就說注意到我們剛才講的 Map我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事實上它是Generate 為什麼呢 因為 再回去看一下剛才那張圖 好 因為PREPA 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就是把 把這些 原始的表示式 然後把它轉換成 不管是這些 呃 這些expression 然後透過這些處理之後 它轉換成Ccode 好 然後最重要是原本會有include 1.h 之類的話 那今天我就講 我今天就沒有了 所以它去Generate這些Code 所以剛才這樣一行呢 就會Generate 成8行 這個 8行的這個 7的sauce 那如果說你用GCC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個GCC-1 減大1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去觀察它那個 編譯的 可以觀察它輸出 好 所以比方說你在編譯的過程中 好 那你編譯過程中 比方說這一行 好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你可以改成GCC-1 減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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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大1的話呢 它就輸出什麼 輸出C preprocessor結果 來看一下 它原始的這個saucecode呢 就是 原始的saucecode 是是會include的嗎 include這個 objects.h 然後那我們今天做什麼事呢 我們今天把它那個展開 所以你看到 它今天會展開很多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這些 黑的file全部都會展開 那當然裡面有些像什麼type define 會被顯示出來 然後裡面要展開的東西非常多 什麼STD LIB以外呢 還有一大堆 就是你可能看過 或沒看過 那 這邊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對這個細源的程式 設計很有興趣 或是你想要了解更多 或是你想要 掌握比較底層 其實你可以嘗試去把 這 preprocessor結果 輸出了 輸出的狀況拿來當參考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邊 可以看到這種 這邊有個type define 對不對 unsigned corrector 然後把它寫成u c h a r 出此類重 然後這個東西寫的 還有什麼 std int的定義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編譯之前 注意到 在細源編譯器之前 就有非常多這種操作 然後也會去展開這些黑的file 那 呃 這個東西在 開放原始碼的世界 非常重要 因為這類統你寫程式 基本上很難會從無道的 從無道的全部去寫 即便是 即便是很喜歡自幹的 也沒辦法說 做到 從無道的每一個東西都自己寫 雖然這是我們的教學目標 但是我們還是沒辦法做到這件事 因為這不僅是不需要 甚至是 就是這個是沒有必要 甚至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讓你試教 我們之所以要體驗從無道的 去開發程式 是因為我們想要怎樣 理解特件系統 所以比方說我們會想要 帶著大家去重新撰寫 一個C的 compiler 或是開發一個 hypervisor 或是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這主要是為了 讓你理解作業系統 所以這是為了解作業系統 才去開發作業系統 而不是說 每個東西都是從無道的去開發 所以 因為你現在接觸很多程式 都不是從無道的去開發 它基本上絕大多數是線程 如果有接觸過Android的朋友 我想這個線上跟很多朋友 都是白天公共和街的Android Android程式碼已經破1億行了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 這個 1億行的 1ppm是多少 1億行程式碼的1ppm 是多少行 那基本上就是100行以上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Android程式碼 就是你如果可以改到100行 其實也蠻厲害的 但是對不起了 你就改1ppm而已 那1ppm可能還不到 所以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Source code是一樣的 但是你可能編譯起來效果是不同的 為什麼 因為它展開 就很像畫面畫面看著展開 因為在細緣編譯器之前 有個pre-possession 這pre-possession一定會有設計 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Maple之間的相關性 所以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這個定義上 就是說 我這個Source code是一樣的 但是Maple定義是不同的 然後最經典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Positive Source 這個Maple很神奇 所以我要特別講 這個Maple叫做Positive Source 那這個Maple 它有定義跟沒定義的效果會不一樣 會導致那個Do Code 行為什麼 行為是不同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在做什麼 如果你讀過一些Main page 你會發現說 他會去定義說這個 叫做Positive Source 那Positive是什麼呢 Positive就是一系列 這個Unis相容的作業系統 他這些廠商 幫自由軟體基金會 去定義的什麼 定義一個規範 就是說不管Unis也好啦 不管是Open Source也好 沒有Open Source也好 基本上 只要是Unis相容系統 應該都要依循哪些規範 要提供哪些系統呼叫 提供哪些標準還是庫 提供哪些輸出的動作 輸出的直接在我們操作 那這個東西是被規範的 那這個東西規範是什麼 就是一個i除了一的規範 然後叫做103.1 注意到這是i除了一的規範 然後呢 基本上呢 我們符合這些Positive的作業系統 基本上他會去參考 主要這幾個Maker 有Positive Source Positive C Source S Open Source 然後什麼 支援詞這些大隊 然後 因為你定義的不同 注意到 因為這Maker定義的不同 會導致什麼 會導致程式行為會不同 所以比方說呢 你可以在這邊來講 在這邊來講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虛速 這邊虛速跟你講說 如果你定義的數字呢 是大於1990 或是大於1992 它行為是怎樣 然後大於1996 它行為是怎樣 大於2001 行為是怎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即便是同一份Source Code 因為我們的Pre-Positive 因為我們的Maker定義 尤其這幾個特殊的 這個Positive相關的Maker定義 會導致什麼 System Code 會導致一些Function Code 的行為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稱為叫什麼呢 這叫做 這個東西很特別 我們稱為叫做 Feature-Test Macro 因為這個東西跟什麼 跟Runtime行為是相關的 所以這個東西要特別規範 要特別注意到 這個就是說 我現在要注意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這個在 Open Source的世界非常非常的常見 然後但是也有很多人 常常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既然講到這議題 我們順便來探討 探討個相關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你電腦裡面會遇到 我想可能有接觸到 Android的朋友應該 有遇到這種問題 就是事實上在這個系統來講的話 有很多Function Code 尤其跟Fire系統相關的部分 那預設它是只能存取三色bit的空間 所以也就是說它的Fire size 又被限制成這個2GB 為什麼是2GB 因為2的三色次方是多少 2三色次方是4G 但是因為考慮扣掉那個Sign bit 就是正符號那個Sign bit 那就會剩下2GB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在原本的預設行為 你的檔案存取只能存取到2GB 那你這時候遇到問題 那我韓劇怎麼辦 對不對 或是我要看好多的韓劇 怎麼辦呢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 你可以去定義這個MacBook 注意到 一旦你定這個MacBook之後 這個什麼 這個System Code 這個什麼 那個Function Code 那個行為就不同了 它就會換成64萬元的版本 所以一旦這個東西定義之後 我的系統就會存取到 以64bit為基礎去存取 那當然這個空間就很大 大家注意到也是 這個東西要看實作 所以剛剛講過 綠色有可能是32萬元的存取 這取決於你的平台系統的定 所以如果說你要確保說 你今天存取的這個檔案 都可以存取到超過2GB 那你就要先去定義這個MacBook 底下也是一樣 類似的行為 就是File Offset 這個也是 預設只能移動那個 2的32次方 2的31次方 那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移動範圍 檔案的操作 比方說Sick Sick這種 想要移動更大範圍 就要去定義這個 File Offset Bits 注意到這件事 好 那今天我們再繼續探討下去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個就是說 看一個物件導向案例 那在我們上一次就是講這個 講的什麼呢 物件導向篇 其實有講到一些 一些 怎麼去封裝的物件 怎麼去繼承 怎麼去做多型的操作 好 那 這個每次都會彈出來 這個畫面 有點困難 好 這太複雜了 不能用 關掉 好 好 那 我們上次講到什麼東西呢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 這個 用西語 去實作物件導向的機制 好 所以地方 物件導向實作方式有非常多 那我們只是提出一些機制 那 物件導向呢 又因為這個 應該說物件系統 我們講 Uption Model Uption System 或是Uption Model 基本上呢 可以主要分兩個流派 一個是以Class為基準 就是說它有一個範本 像一個 模板 那模板就像這樣 就像你看到 畫面上這個模板 所以你看 你就想要一個模板 所以如果說一個車子 一個引擎 之類的話 才叫模板 所以你就是造一個模板 就建出了什麼 物件 造的模板間的物件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 class-based 那但是還有一種是 Pototype-based 也就是說 一開始沒有一定的形狀 就這樣 一開始想到這個物件是怎麼樣 就像在畫面上一樣 拍一開始就是一個 一開始就是一條線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去擴充它 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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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擴充 就越來越豐富了 那反過來說呢 你也可以這樣 不要某些屬性 就是你可以從那麼複雜 這樣變成這樣 所以 這個 這個 一個是class-based class-based就是 維根這麼大 做出來的物件就是這麼大 好 那這個就是class-based 那另外一個叫做Prototype-based 那其實它的屬性是動態去調整的 好 那有一個網友做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以class為基礎的這個 這個 物件 物件模型呢 是像C++跟Java這種 那還有一種是以Prototype為主的 這個就是JavaScript 一系列像JavaScript這樣的 所以它的物件呢 它不是完整的東西 現在畫面上看到 它不是完整的東西 然後呢 呃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名詞 然後有一個object instance 然後呢 它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一些什麼 會指向不同的指 然後它有不同的屬性 然後呢 它會有那個 呃 有type 然後就是 所以基本上這個type呢 會分這個primitive value跟這個object 然後 然後 那你可以逐步去擴充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這兩種風格 這兩種物件模型風格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以class為基礎的就是 它就是一個模板 原本模板是什麼樣的 生成的東西就是長什麼樣的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 我是可以逐步去擴充我的 對不對 逐步去擴充我的屬性 比方說人 好 人呢 假設照林肯說的話 說人之勝的平等 不過你也知道 那是說說的嘛 那個人怎麼生來 怎麼可能平等嘛 別傻 好 人呢如果是生來平等 那接著你就會有不同的身份 對不對 就是比方說 你生來 對 就是那個 剝下信徒的宗旨之後 對不對 這個你就會看你老爸是不是姓蓮 你會分兩個人 你老爸姓蓮呢 就可能問說 你要幾歲當自根農啊 你要兩歲當自根農 還是三歲當自根農 好 那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屬性對不對 所以有人三歲就變自根農 所以他就額外具備一個 一個 屬性叫做自根農 好 那如果說你呢 老爸不是姓蓮呢 跟我一樣平反的話呢 你可能就跟我一樣 呃 讀個高中啊 大學啊 然後去工作啊 之類的 那就你有不同屬性對不對 工作的歷史啊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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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啦 交往對象來的 出一次的這種描述 好 那 所以呢我們進來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實作 就是實作一個什麼 簡單的物件系統 而且呢 是以什麼 以Prototype為基礎的系統 好 所以注意到齁 這是另外一種齁 就是類似物件的 呃 類似Jarskuber Jarskuber的風格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那個設計齁 所以呢 他一開始呢 去列舉一些 列舉一些 這個 做一些列舉 所以就是 東南西北 這個四個方向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西元的列舉呢 它是怎樣 它是本質上它就是一個整數 沒有寫的話 就從一開始 好 這不是我們要特別探討的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東西在這個物件 所以這個是以Prototype為基礎的這個物件 物件模式 所以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 以Prototype為主的物件模式呢 它一開始就有一個描述 有一個描述之後呢 就是有初始化 然後當然也有 也有摧毀這個物件 然後呢 接著幹嘛呢 去擴充自己的這個描述 然後把那個 格式和Value把它加進來 好 那對應的一些操作呢 比方說這個object init 然後那個 主詞類的操作 好 那這邊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要去產生一個新的物件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寫一個macro 好 叫做什麼呢 叫做new 然後new的作用是 它代入一個t跟一個n 然後你可以從右邊可以猜出來 t跟n在做什麼 不是呢 這個t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形態 所以我初始化 依據形態 然後n呢 你大概猜出來 它是什麼呢 這個n呢 基本上就是去建立一個什麼 有個形態嘛 然後再來是它那個配置那個 依據形態 然後去配置一個範圍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設計來講 所以這段code 那我們用的是什麼 就是也是連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的形態呢 叫什麼 叫做obj的話呢 那它最後生成的code呢 就是t 就是obj portal 好 這個portal type 這個這個 實作 所以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簡化了什麼 簡化了你有了那個行為 好 然後呢 底下就是對應的這個 參考的code 好 那你可以把它拋起來 然後看看這個操作 好 那 如果你有寫過C C++程式的朋友 那你可以跟他說 做這個物件 物件檔向稍微麻煩一點 好啦 你可能不會說稍微麻煩 你會說很麻煩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最重要的是 就是描述這個物件 我們最重要的是來解決問題 那這些操作的其實都可以 透過Map去簡化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談到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簡化 好 但是要做的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去封裝 去做什麼 然後物件 物件跟物件之間做基層 然後做多型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本質上都是這樣 都是相似的 只是你的實作方式不同而已 好 接著我們來探討另外一個議題 這一題是在西元 2011年的規格 C11 C11 它有東西叫Gemetic 然後注意到 這個關鍵字很特別 這個在西元大陸關鍵字都小寫 但是注意到 C11這關鍵字 它是什麼 它是大寫的 注意到 這個大寫的 這個大寫的G 然後有底線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到是什麼 西元在2011年之後 加了很多新的特徵 然後這些新的特徵 它伴隨的關鍵字 有很多都是這樣 都是像這種風格的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C11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這個西元2011年的規格 它清正哪些東西 值得注意到什麼 就是在GCC GCC 從新版的GCC 從5.0 5.0開始 5.0開始 GCC 就預設是 用C1 而不是用C99 然後 C1跟C99 有一些 落差 所以 在座 如果是在線上參加的朋友 如果有接觸 Android的話 之前應該就持過去虧了 因為 這個西元規範改了 所以基本上 不是你不會寫程式 好我們再講一次 在這年頭 寫程式很有趣 今天不是 不是你寫程式技巧不好 是你看不懂別人的程式 或者說你不要再快速看懂別人的程式 而且快速做修改 那因為你做不到這件事 別人就認為你不會寫程式 所以其實有時候很冤 因為寫程式是一行一行這樣堆積起來的 對吧 就是說我們講30年前40年前 寫程式這樣 慢慢慢慢堆積起來 就是有人開需求 不管你課位也好 專案經典也好 他開需求 然後開了需求之後 你去想 你去討論 然後去定義出 畫出流程圖 一行一行 有夢最美 希望想誰讓開發下去 這是過去的開發方式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最近20年 最明顯就是最近15年的事情 這15年完全世界不一樣 你今天面臨的設計 可能就像你做這樣 一口氣就超過1億行 一口氣就超過1億行 那你也不知道從何改期 然後呢 因為你不知道從何改期 然後你可能要看了半天 對不對 看了半天那樣就覺得你沒有產出 對不對 你讓客戶知道你在看程式碼 沒有在改程式碼 沒有在解決客戶問題 客戶覺得你有點廢 在搭配時間 對 主要跟你說 跟你說 這個不敬業 對 這真的很圓 對不對 因為客戶沒辦法理解說 閱讀程式碼 也是工作的部分 對 然後繼續看這個Ce的那些 一些特性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在Ce來講 它加了很多很多關鍵字 那比方說像跟Alignment相關的東西 就是Alignment Alignment 那 還有Alignment of 這一系列 然後像這個No Return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 有很多新的關鍵字加進去 而且很多都是大寫 然後再小寫 那種風格 然後呢 再來是剛才提到什麼 Geneic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探討這個議題 然後接著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這個 Modgistration Support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在Ce裡面 在過去呢 都是 多寫進去 都怎麼做呢 事實上是由作業系統的公司商 提供一些 一些Header 像那個P-Dread Party-Stread 這種設計 然後在Ce 終於把這東西標出來了 所以在Ce之後呢 有東西叫什麼 叫做Streads 是這個 Streads 然後呢 在Streads加進了之後呢 就是 像說 Stread Local Storage 像是我們 那 或是Automic 這些系列 好 就是Ce新的一些 關鍵字呢 就是有什麼 有這種風格出來 好 那當然有些東西拿掉了 這個 那我們下一次呢 會來 我們之後會來探討一個議題 就是來探討這個 要怎麼開發出這個Ce 就是 哪些程式碼可以用Ce的標準重寫 而且可以寫得很精簡 好 然後哪些東西是 在C99到Ce之間 過程中呢 會有些衝突的 就是我們之後要去探討的 好 那總之呢 在Ce呢 來提供這個Geneye 這個Geneye 對我們來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比方說呢 這個開立方根 開立方根呢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 開立方根呢 這裡高中就學過了 也不等於 郭中就學過了 你知道 就是說 就是 二次方呢 叫開平方嘛 那三次方叫開立方 所以 八呢 如果你開立方就等於什麼呢 開立方就變成2 對不對 那那個 創立方呢 就會等於什麼呢 創立方就等於那個什麼 正大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回 好 那 所以這個東西呢 這個叫做Cue Root 好 這個沒什麼大問題 對 這個數學上定義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說呢 這個東西難就難在什麼 不是每個數開平方 或者開立方 都會得到實數 對吧 你會遇到虛數 所以實際上呢 如果我們要考慮到一個 完整的一個 複數系統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要考慮到 實數系跟複數系 然後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C99 C99呢 就支援什麼 支援一個形態 叫Complex 這個表Y 它就是在那個 在C99呢 其實都支援那個 複數 複數系統 那所以呢 事實上你就可以去定義這個複數系統 不要說定義說 實數C跟複數C 所以就像 這邊有個東西叫 Complexi 所以你不要說 這個實數的3 再加複數的4 所以就3.0 再加4.0 乘上 Complexi 好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 在那個C99呢 其實就一樣 它有實數系跟複數系 好 所以開立方 我們再會來看 開立方 難的地方是什麼 開立方的結果 它很可能是什麼 它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實數 對不對 好 比方說-1的開平方 開平方它就等於什麼 會等於i 好 那 這個問題 問題呢 一樣會出現在在哪裡呢 在 開立方的部分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裡 好 不是每個數 它都可以 開出來都是實數 那 但是呢你又 不會說每次都為了遷就 遷就 遷就前面講的複數問題 把所有系統都變成複數去做運算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 你把原本的實數運算 改成複數運算 那個運算量非常龐大 那 考慮的一體也非常多 所以 我們去想 開平方也好 那開立方也好 就是 square 開平方 或者 cube root 開立方 也好 我們要怎麼考慮到 要設計一個 function 是可以這樣 它可以在實數可以用 那可以在複數可以用 然後呢 實數考慮的時候 還要考慮到 single precision double 或是double precision 就是 講錯了 single precision是float double precision是double 那所以你考慮的一體非常多 還要考慮到什麼整數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種開平方 開立方 你要考慮到是 我的形態是 整數進來 整數出去 整數進來 複數出去 整數進來 伏點數出去 伏點數進來 伏點數出去 你要考慮到這種議題 所以過去呢 這種這種函式 會寫一大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那個過去來講 像什麼 SQRT 就有很多版本 SQRT 也有SQRTF 也有SQRTL 所以你看 fault double fault long 所以過去呢 這種東西要列出一大堆 如果你考慮到 複數系統的時候 就更麻煩了 你可能還寫一個什麼 SQRT7 所以你會不會 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在說 你要 那 這東西很麻煩 就是比如說你要寫一大堆 SQRT 對 那開地方呢 又要寫一大堆 所以你比如說 你要寫一大堆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很沒有效益 好 所以還好呢 我們在C1的時候 真的是終於有解了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解呢 你可以這樣子寫 你可以怎麼寫呢 你可以寫這樣 好 就是說呢 你可以寫這樣 就是說 今天定個東西下 就是 cube root 所以你寫 cq cb rt 好 那 cube root 所以你寫這樣的一個 macro 然後呢 注意到一開始寫一個什麼 好 這個東西要注意到 這個用法很特別 你寫個這樣 GENERIC 好 寫完之後呢 你把這個X帶進來 好 注意到先寫一次X 好 然後呢 因為這個X有可能不同的型態 所以我就把它列舉 如果你看到 弄Double的時候呢 就把它換成這個 如果你看到 如果預設 預設的型態呢 就是 它就變 那個 cbrt 那如果是Constant float 就把它變成什麼 f 然後呢 這個看到f呢 就把它寫成什麼 cbrtf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再寫一個 最後再 因為換完之後 你注意到 這是 換完之後 再把那個X帶進去 好 所以呢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注意到這行 這個 我用3.375帶進去 3.375呢 它是什麼 它是float型態 好 注意到 如果它是float型態 而且明確來講它是什麼 它是Constant float 所以Constant float 會帶進去什麼 用cbrtf f的版本帶進去 好 所以實際上呢 在執行的時候呢 它就顧叫什麼 它就顧叫cbrtf 所以實際上它是用cbrtf帶進去的 那 所以 這樣的設計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的設計有一些明顯好處 因為呢 如果你要擴充複數系統 要怎麼擴充 你就很簡單 就在增 這一行之後再加一行 加一個複數系統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要是考慮了 好 然後呢 當然呢 這個東西不是這麼單純而已 所以你看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什麼sqrtf cbrtf 這個 這個東西定義在哪裡 macro.h 那原本的西語呢 順便有考慮到genetic 所以寫起來呢 就有點麻煩 但是呢 在後來版本呢 就有個 有個東西就比較有意思了 就是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 叫做 tgmess tgmess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有趣啊 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個 EGI711 103.11的規範 就是2004的版本 來看一下啊 這個tgmess呢 tgmess是什麼呢 他是type 形態的 所以注意到啊 所以他也是處理數學的操作 但是呢 是有考慮到什麼 可以考慮到形態的 然後呢 還有考慮到什麼 剛才講到的啊 有複數系統 注意到 這邊有複數系統 所以剛剛講這個 有複數系統啊 複數系統啊 其他這都是有考慮進去的 所以你可以想要是 什麼呢 還有這一系列 所以 arccos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複數形態版本 carccos 然後呢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typegenetic 呢 你抽到只要寫arccos就好了 好 然後呢 通理你就是arcpension啊 然後 這個 cosine 對 因為以前呢 實數複數你要寫一大堆 但是 你有typegenetic之後呢 你可以寫這樣 非常的簡易 好 你就用原本的型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數學上 其實很早就有這種需求 什麼需求呢 不同型態的需求 不同型態的 輸入跟輸出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呃 所以呢 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考慮到什麼 就是casting 成本跟什麼 所謂的正確性的問題啊 這怎麼要再 過程中要去考慮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來講什麼呢 這個例子來講這個 我們假設給定一個c cee的程式碼 這個cee的程式碼長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定義了一個 叫function i function c 基本上就是 嗯 i就表示什麼 i就表示integer 然後那c呢 就表示這個corrector 這個 這個 這個csh啊不是念char 這個標段念 那個是corrector 好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呢 再來是它另外一個輸入 輸入是 輸入東西是double 所以我們把這個寫不同的東西寫進來 好 所以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今天有不同的function 有i也好 c也好 d也好 好 分別表示integer quitter 還有double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故技從事 這邊標的嗎 genetic 然後呢 看到什麼 看到i的手環的i的版本 看到c的手環的c 看 綠色呢 就用這個b的版本 好 那接著它就會有不同的輸 給定不同的輸出 好 然後呢 如果你這個東西用c++去寫 好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要講c++ 不是在調侃c++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發現說 疫情都是相關的 好 如果你用c++寫的話 你用temperate 然後呢 就寫這個type name type name 然後那個t 這個c++就不解釋了 所以這個 不同類型就會有不同的輸出 所以事實上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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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tic是什麼 你可以想到它是一個temper的一個 一個temper 一個macro版本 因為 因為事實上呢 在c++的話呢 temperate它其實也是跟macro的下 它也是會生存持續 只是說因為後來c++ 被玩到很複雜對不對 什麼 會有什麼partial temporary 對不對 反正就是c++後來那個東西搞得很複雜 這個partial temporary specialization 反正這個 反正這個 不要問我這個在幹嘛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個在什麼鬼 就是說 後來的c++把這個東西搞得非常複雜 所以你可以用c++Temperate來做什麼 來做排序演算法 就是在編譯時期可以做到排序 很狂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在搞什麼鬼 好 所以 c議員呢 從這個c++Temperate學到一些東西 但是沒有把很複雜的東西學起來 是學一些基本的 是來解決像那個tgmath 那種的 就是說跟這個形態有關聯的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繼續探討 我們來探討一些案例 應用上的案例 這個應用上的案例 這個 欸 在這個過程中休息一下 看一下 這個 如果說大家有問題的話 請你記在這上面 就是這個聊天室 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問題 對啊 寫程式也要算極小 當然啊 這個都很重要 寫程式還會演戲耶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想 已經在工作朋友都很熟 所以你在大公司要能夠生存 絕對不是靠寫程式 因為不會寫程式也是可以生存 但是光會寫程式絕對不能生存 所以你要學會很多技能 進入一個技能就是演戲 對不對 就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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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范小炫不是一首歌啊 叫眼淚 對不對 那你在辦公室也要做一些事 你要去演 就是 因為其實很麻煩 就是因為你的客戶 你的客戶 他會知道說他大概知道他要幹嘛 比方說他要東西 他就說我要東西不多啊 就是再做一個Facebook 我要東西不多啊 就是再做一個Twitter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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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一隻手機 然後跟iPhone iPhone一模一樣 所以客戶都講得很簡單 就是說 我要東西不多 就是跟Facebook一樣 我要東西不多 就跟Twitter一樣 跟iPhone一樣 所以那這時候呢 就你知道就很累 對 就是你要去想 就是 假設可以隨便做 就可以做到一模一樣 你還待在幹嘛 你早就賺班啊 別傻了 所以這個過程中 你要去分析對不對 好 好 你要做iPhone iPhone有哪些特徵 你喜歡的 那當然客戶也就是說 我全部都要 所以你不要跟他講說 這個iPhone的特徵 十個裡面呢 我幫你列出其中的八個 這個八個裡面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其中有兩個呢 可以有專利問題 所以如果做出來 你可能被告 或者說你這個東西可以做 但是呢 他的效果 短期內不會很好 然後呢 後面還有普通嗎 欸 鏡頭對手沒有 那所以就是說 反正你就再去引導他 反正就是引導他去思考 然後思考到後來 人家就從十個裡面說到怎樣 剩下三個 剩下三個呢 幹嘛 剩下三個你就跟他忽悠 跟他忽悠 然後說 這東西做出來一定是怎樣 讓你的產品都在那邊嚇嚇叫 然後乒乓叫 那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過程中呢 要談判 對不對 要溝通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過程中呢 雖然在溝通在談判 但是你要 假裝在coding 或者看起來就是還在coding 然後code都一直噴出來 對不對 因為客戶不會認為說讀程式碼是績效 對不對 這是是復書 在寫程式碼是績效 反正寫程式碼要噴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寫過來 要拼得把他超懷告的 好 而且他當著客戶的面子寫code 對 好 所以我經過這幾年的磨練 就學會這種 兵打嘴 泡兵coding 對不對 這不是很重要的技能 但是這是為了生存 而不得已 好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那接著我們來探討一些案例 那這個案例是怎樣 就是說我們想要來探討一些 從Github撈一些層次出來 我們從Github選一些層次出來 我們去探討 它怎麼用 好 那第一個 我們來探 所以我們選了 我們選了幾個 選Unitex系列的 然後再選 Uptimodel 再選一個Essence Handling 然後最後選 這個ADT 這個ADT是這個抽象資料形態的意思 所以我們選了四個不同面向 然後去探討 當然這些程式碼都有規模 所以注意到 我今天不是帶著你看程式碼 常常都會有朋友問到說 用什麼工具看程式碼可以很快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本身有點白癡 這個問題如果把它換成說 用什麼工具寫出來小說可以跟金融一樣 用什麼工具寫出來小說可以跟哈利波特一樣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是這種等級的問題嗎 要是隨便哪個人買的什麼工具 買的什麼筆 買的上了什麼課 就可以寫出金融 對不對 這人類的世界都不是這樣的 對不對 或者隨便一個人然後去咖啡廳 寫個小說就變成哈利波特 對不對 那也太神奇了吧 好 所以拉回來 所以就是說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說 我們應該去追尋什麼 很有效賭扣的工具 基本上有很多工具很好用啦 什麼C-tag C-scope 這個東西都很好用 或者你用那個什麼 Eclipse 這種東西 基本上有很多工具可以幫助你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縮小範圍 對不對 像Android source code 動輒都是幾十GB 不是Mega 所以幾十GB 這麼大的程式碼 你根本不能傻到 傻到對這麼大的code去見index 什麼屁用沒有 對不對 一逛printf就不知道看到幾種printf 所以那只要浪費時間 所以你其實要學會的是變焦 學會的是什麼 是一個品味 所以說你去想 比方說我今天看到一個 Inuitest的程式 你在download之前就去想 這個程式呢 如果讓你去設計 你會怎麼開發 或者說你去download game engine 如果讓你去設計game engine 你要去規劃 就是怎麼去表現 怎麼去處理資料 怎麼去處理那些多資金序 怎麼去處理物理模型 出了實力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類型 就是Inuitest 然後Inuitest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韓式庫 還蠻有名的 這東西叫Unity 那這個東西在Github都有 既然我們今天列出來的例子 都在Github上走得到 好 那這個 這個Unity 它是針對蜥蜴員 還有一些鮮入式的環境 去開發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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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測試 自動測試的工具 然後呢 基本上呢 它可以讓你寫很多Maker 比方說你要去 你要去執行這個測試 好 你就標方巡 然後跟相關的行號 然後呢 你在測試過程中 你可以等一下 你可以去忽略某些測試項目 那甚至呢 你可以標一些訊息出來 好 然後呢 它可以讓你顯這樣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實際上實用案例 所以 比方說呢 我去Test 比方說在畫面上看到這個 Test Protect 好 然後呢 做一些動作之類的 好 然後呢 最後呢 會幫你輸出一個 輸出像畫面中這種報表 欸 不是 哎呀 報表不在這裡 總之就是它最後會輸出個報表 好 那就跟你講說 哪些OK哪些不OK 好 然後呢 中間還會有一些什麼 還有一些條件 就是說 像是 像 assert 然後呢 還會有一些測試啊 等於不等於啊 諸如此類這種操作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過程中 其實這個Unity 做得非常好 那 這個 像這個函式呢 就很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要學的東西是什麼 學它裡面的實作技巧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今天來探討的東西 都是實作技巧 應用篇 應用面去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 這過程中呢 有個東西叫 Fixture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Fixture 這個Fixture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乍看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不知道在幹嘛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不知道在幹嘛的時候 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測試程式嘛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 來講 TiKat的標什麼 Test Google 然後這邊有這個 Search 當啊 然後呢 標一個 好 所以注意到這邊有沒有Test 然後中間出現這個Fixture 好 所以呢你看喔 上面標一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Pointer Sighting 所以 名字先有點乾淨就行了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整塊 是什麼 是它這個 這個Fixture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 有好幾個不同項目對不對 上面的項目叫做 Pointer Sighting 然後底下就是False Made Local Fail 之類的 反正這裡 這裡有系列這種不同的標註 好 那它又就相當於是標什麼 標不同的 標誌不同的屬性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它就是去測試對不對 所以設了什麼回答 就是一下子就寫在這裡 好 所以這邊一組 底下一組 然後之後後面又一組 所以這個麻煩在哪裡呢 我們想要把這個 測試分組 分組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測試什麼 前面很簡單 就是設定這個Pointer 然後中間在測試這個 機體的配置對不對 好 就是Made Local跟Free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什麼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實作面呢 有個東西叫Fisture UnitFisture.h 所以為了要實作剛才那個Fisture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才 假設你對剛剛的測試程式法有一點概念的話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對阿 這個Unity不是寫遊戲那個Unity 這不要搞錯了 這個 我們在這個Linux上不到有幾套Unity 對不對 那個Ubuntu那個三載Mac 叫什麼 Ubuntu做那個三載Mac叫Unity3D Unity2D 那就是三載Mac 那 也叫Unity對不對 那寫遊戲呢 那個叫什麼 要叫Unity 或者Unity3D 然後 但是我們今天探討的Unity 不是 Unity只是一個測試的框架 它是 它是整個 你剛才聽過整個 全部你聽過Unity裡面 它最安全最穩定 最可靠的 就是Unity 好 那所以我們來繼續看 所以剛才我們不是講到這個東西叫什麼 Group Setup 就Test Group Test Setup 然後 剛才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所以這邊來講話 Test它要接受什麼 Group 接受內 好 所以一樣 用剛才那個什麼 用剛才那個 連接的那些 那些 pre-processed的指令 可以讓你把名字拼起來 所以它相當於怎樣 它相當於是創造什麼 創造了 宣告了好幾個 function 然後呢 其中有個function 叫做Run 然後Run 裡面有10座 所以它呼叫什麼 TestRunner 然後再把剛才裡面的必要數據帶入進去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是什麼呢 回到剛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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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剛剛的 範圍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程式嘛 它寫的不多 但是實際上它會展開什麼 坦白層 先宣告兩個function 然後之後呢 會生成 對應的是什麼 產生對應的這個 實作程式嘛 好 那所以這個fixture的重點就是說 我今天 設定一個google起來 這一整塊 不要說你畫面上看到這個 31行到45行 這一整塊是一個群組 然後底下一整塊是另外的群組 這個東西我們叫fixture 好 那所以呢你看 我再講到一次 使用macbook可以帶來什麼好處 再講一下 使用macbook帶來好處是 它讓你這樣 它讓你程式呢 可以怎樣 更精簡更容易維護 然後思考層面可以提升 所以我們可以把一個google 接著一個google去實作 然後呢 你不用考慮到 裡面到底有多少名字 這樣的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應用 接著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接著呢 這個一樣的技巧呢 在google的test也出現 這個google test 在google test 在 它的功能其實很強大 然後支援很多不同平台 每次看到這個東西都很開心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 bill fail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bill fail 這表示 表示什麼事呢 表示你還很開心啊 bill fail 表示你可以去送page 趕快去送pr 所以看到這個是趕快幹嘛 趕快去送pro request對不對 所以我去修正你的bug 好 那拉回來 所以這個過程中呢 來看一下 這個google test是什麼鬼 google test是google做的這個C++ test framework 不過呢 它不是只能用C++ 它其實也可以測C語言 而且它裡面用到很多C語言的一些 使用上的技巧 好 然後呢 它分了幾個部分 就是它這個document 所以請自己慢慢看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探訪東西 叫做google mark google mark google mark 是google test一下 然後可以去寫這個叫mark class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ark class在幹嘛 這個mark class呢 基本上就是說呢 它其實有很多那種案例啦 什麼就是mark啦 EVmark啦 分之類的 好 那mark可以讓你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 我呢 可以讓你去很容易去寫一些 透過一些macro 然後你可以去生成一些 像前面講的那種 那種程式 最後用了一種程式 如果要整個一整個群組測試的時候 其實需要產生很多的程式碼 但是mark 就是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google mark 可能可以讓你做什麼事 你就用簡單macro可以生成一大堆程式碼 然後這程式碼可以讓你測 一個群組來 或者測一個條件啊之類的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你 你也可以照著某種呢 給定某些期望的輸出 輸入跟輸出 然後去做某些特定的動作 然後可以指定不同的 不同的匹配的情況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google mark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看的東西呢 就是google mark 裡面的 實作 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幫大家選出來 選出來這一段 好 那這個 這個gmark呢 gmark就是google mark google mark 然後呢這邊我要今天特別講東西叫什麼 叫做 叫做generate generate actions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第一個呢 第一行很重要 這第一行呢 它其實是產生一個script 所以其實呢 寫細語的程式 或者寫一些系統程式呢 其實各位要學會一件事 就是 因為現在程式很多都是用機器產生的 不是現在 其實很很很重 就以前都是這樣 這個 我記得我20多年前寫程式的時候 那時候就看到很多程式碼程式器 那到時候程式碼程式器很大 比例是為了資料庫 就是資料庫 就是說這個程式碼程式器 然後呢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技巧 就是說 因為很多code看起來很launchy 很瑣碎 很冗長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的程式碼 好 你不用每一行看的嘛 你就稍微瞄一下 因為發現眼鏡有點累 對不對 就是 一堆顏色 標來標去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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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那種 角瓜號 這樣看得很辛苦 然後你 如果你在快速移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尤其像這段程式碼 你在畫面中看到這段程式碼 你會覺得說 哇靠 這是人寫的嗎 這真的不是人寫的 但是是人家去debug 所以你看這一堆其實很可憐 在人工智慧還沒有取代我們人類生活之前 我們人呢 生來在幹嘛 我們身為程序員呢 是來要debug成是 機器產生的程式碼 然後呢 只是為了去 討好機器而已 討好那些 那些問題而已 所以其實 想想我們的工作其實蠻可悲的 但是你看看 你看看畫面上 有沒有看到 A0 A1 A623 A4 A5 A7 哇靠 這是什麼鬼東西 所以你看到這個code的時候 你會覺得傻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我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探討這東西來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其實有講到一件事 我們其實 尤其在公司裡面工作 其實要學會就是說 搞清楚需求在哪裡 搞清楚是為自己爭取一個生存空間 然後再講什麼 生存空間 就是 我想各位 比方說你下班之後 為什麼還在參加這個線上講座 不是因為這線上講座不用錢 是因為你想要學習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下班之後還想學習 或者你甚至還有一些朋友 是一邊加班 一邊參加這個線上課程 你為什麼要想要學習 對不對 因為想要成為更好的自己 所以做最好的自己 不是買了你開副的書 就會做成為更好的自己 不是啊 其實要提升 所以後來就說 我所謂的爭取自己生存空間 其實很大比例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更有效去解決問題 對 我們要有效去定義問題 好 回到我們這個Google Mark 所以Google Mark 是什麼呢 再講一次 Google Mark 它 讓你做一件事 它可以讓你寫一些所謂的Mark Class 我們剛剛都沒有解釋什麼叫Mark Class Mark Class 在關鍵的地方是 我們先定義幾個詞 在Mark Class之前我們先定義一個詞 比方說我們講的東西叫Meta Class 這個Meta Class是什麼 就是說你有沒有想問就是說 我們在最早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物件導向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有兩種體系 對不對 一個是以Class為基礎 一個是Polotide為基礎 如果你的程式語言是以Polotide為基礎 要不講錯了 以Class為基礎 所以它有一個模板 對不對 對 模板 對 所以比方說這個模板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生出來的物件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就是這個叫Class 那所以 模板長這樣 然後印出來的東西 不管是一隻 就是不管是用泥頭也 泥巴印出來的也好 木頭印出來也好 反正是 或是用水 所以總之不管你用水也好 或者是之類的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事呢 你會發現說 它的原本模板長什麼樣 最終做出來的東西就長什麼樣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以Class為基礎的物件導致開發 然後呢 MetaClass是什麼呢 MetaClass是 我把這個模板當作一個物件來看待 所以你看 我如果去生成模板的 生成模板的模板 我們就叫做MetaClass 所以你想見識到 所以你看 如果這個拳頭是最終的東西 最終物件 那它是由這個Class產生的 所以這個選手是Object 然後這個模板也是Class 那產生模板的 產生模板的模板 就叫做MetaClass 那你有MetaClass什麼好處 有MetaClass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操作 比方說以那個視窗的 視窗的程設計來講的話 如果你有具備一些MetaClass 你可以讓什麼 因為很多行為都是很像的 但是這樣 我可以在執行時期去建立一些MetaClass 讓你把一些很像的東西 變成一個模板 然後再生成物件 好 那這個在很多操作 尤其在這些什麼 像資料庫這種操作 會很常見到 好 然後呢當然很多程式語言 像什麼Snow Talk Ruby也好 還有一大堆都有資源 就是MetaClass 那Java的話呢 也有MetaClass 但是它比較不會想到 還有一個東西叫JavaLane 然後Class 就是取得Class的資訊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就是 Java裡面有個東西叫MetaClass 所以我可以去取得Class的 Dier的 Class的Instance Class的DataType之類的 它這種資訊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是Java裡面也有MetaClass 好 那所以產生模板的模板 這個我們稱為叫MetaClass 但是呢今天這個 這個東西叫MacClass 這個MacClass它沒那麼複雜 MacClass其實很簡單 就是 MacClass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 讓你的Class 去包覆某些東西 所以它其實 它的概念是 它去包覆 或是包裝某些操作 而且是連動的 所以 比方說我們想要測什麼 我們想要測 我寫一個Web Server 這Web Server呢 它會有不同範圍之類的 它有404啦 301啦 302啦 然後看到中國大陸 如果存取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存取那個 照的時候 要回傳451對不對 所以 你懂嗎 就是那個 存取到某些 某個 某個內容的時候 要返回一個451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 你Web Server 要有反應了 而且這是 比方說在台灣測呢 會得到完整內容 在中國大陸測呢 會得到451 好 所以註詞 它就有不同的行為 所以 這個 Marca Class 還是做什麼事呢 它包裝一些操作 那特別是在測試案例 包裝一些操作 所以原本就有些行為 那我可以讓你用很簡單的美國 去產生這個 跟 伴隨著Class的 包覆的行為 這個東西我們叫Marc Class 在Google Test裡面是這樣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中間就有很多這種 神奇的Call 我們稱為叫做 注意到 我們看到畫面中 這樣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 Meta Class 不不不不 我在幹嘛 我們叫做Call Generation 這個 Call Generation 這個 Call Generation 那你可以稱為叫做 Call Gen Call Gen 好 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西語言常見的一個 西語言也好 西家家也好 應該很多城市語言都有這種機制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機制 叫做Call Gen的技巧 好 有沒有看到畫面都滿滿這些東西 好像都看不懂一樣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觀點在哪裡呢 但是還沒有那麼恐怖對不對 所以它第一個它會問你說 你有多少什麼 Parameter 就是那個參數 Parameter的話 就是Parameter一個 0個 一個 然後3個 4個 5個 6個 注尺一直推下去 好 所以它幫你成了什麼 它幫你產生 那一連串 就是你在西家家Temporary 不是在寫一大堆這種東西 對 所以我呢 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包起來 好 那一旦寫完之後 我們直接用這個去找 好 一旦把這個東西定義完之後呢 後面的行為就很簡單 後面行為就是我要去檢查 我要輸入有幾個參數 因為呢 我們要做的東西是mark class mark class就是 我要給另一個 表示 然後才是它對應那些class 才是那些對應程式 對 所以我要去掌握它到底有幾個輸入 那 所以我們其實做的行為很像 很像是在原本的這個C code 或者C++ code裡面 在實做一個解析器 但是你不需要真的去開發個解析器 解析器 為什麼 因為你在 你可以用透過這種技巧 對不對 你可以產生這樣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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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檢查 然後後面就有一大堆這種 就去檢驗說 我到底有幾個參數 所以你看到 這有一大堆code件 它的code件呢 就是 就是代入它不同的一個字 一旦這上面這些macos都寫完之後 那終於就比較開心一點了 所以一旦這上面都寫完之後 我們可以來做什麼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堅信的是 終於要做完之後 終於比較開心一點 所以接下來關鍵地方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Action Temperate Action Temperate 就是說 我今天看到什麼名字 要做什麼動作 好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這Action不然叫什麼名字 後面就帶那一隻 所以它可能是 0個 1個 2個 3個 4個 5個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技巧在哪裡 這個技巧就在於說 我們相當於是在 原本提扣 或是更明確的 所以大家講我們在Preperset上面實做一個什麼 實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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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ch 所以這是一個 什麼 一個應用 好 繼續怎麼做呢 請自己去讀這個Google Test的文件 好 接著我們來回答一下這個網友上 網友提到一些問題 這個 這個 有個網友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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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語言有提供的特性 你不建議要用 所以 有一些程式語言的規範 是完全要求你不准用Macron 就是 在看那個系統規範 那 比方說有一個叫做 在這個 歐洲的這個 中子地子中心 就是 其實它對這個全世界的供欠非常大 就是說 在這個 這個 為什麼找不到這個網友 在 CRN CRN 的話就是 在瑞士的那個CRN 然後你今天看到什麼 中子 那些什麼粒子啊 什麼軌跡 一大堆這種 這種運算 那他們有非常多這種 就是整個歐洲體系 那個核子的研究 物理研究 工程研究 一大堆 然後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大堆這種 這種文件 好 然後 這些說明 然後他們這個單位很早就用了12件 那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你知道什麼 你知道 最早那個 CW在哪裡發展 就在這裡發展 CW其實就是在西安發展 所以 Tim Bursley在19 1989年 所以其實他就開始發展這個 CW 為什麼需要CW 因為當時就這樣 有各式各樣內容 就需要什麼 需要用一個網頁形式呈現 所以他在Nest上面 這個Nest是那個 現在Apple那個 Apple Mac的那個前身 這個叫做Nest 好 所以這個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說 CRN很早就這樣 就 就非常多 各式各樣多樣的軟體 所以你看全世界第一個Web Browser 在那邊開發的 然後有一大堆這個 機制 都在那邊設計了 然後這東西跟Macro有沒有關係 有 在這個 在這個 他們有一個 一系列這個 那個什麼 有一些 Programming的Standard裡面 其實有規範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要減少使用這個Macro 所以 所以這個 語言有這個機制不代表你來用 所以其實通常我們還會有一些 額外的規範 好 然後再來 什麼呢 算了 不知道這網路在講什麼 不想來講什麼 好 anyway就是說 這個 很多人都會把這個 Macro跟那個Function 其實搞太清楚 所以它的那個應用範圍 我們前面講過Macro其實關鍵在哪裡 Macro關鍵是 它是可以讓你做CodeJet 然後呢 可以搭配前面那些那些那些技巧 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MacCast那種技巧對不對 就是說 我呢 我就看到什麼名字 產生它對應的動作 像這種技巧的話 你可以讓你生成程式碼 然後呢 再來是Macro呢 比方說像你 善用的話 你可以像assert對不對 你可以讓你一段Function 一個表示是 可以決定說 程式要不要繼續執行 所以這是assert的作用 那你甚至可以用N Debug去把它關掉 好 那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技巧 注意到就是這個技巧 然後呢 當然最後呢 生成東西還是要一個防水對不對 才有辦法做一些事情 好 那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 今天寫的程式不應該學那些 只是學那些技巧 而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從頭到尾是為了要更有效的解決問題 才有這些技巧 所以其實這是半成的生好 我在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很迷戀那些技術 我高中的時候開始看那個GCC的Source Code 就是 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就是 因為能夠看Source Code不多 那時候你看1997年能夠看的Source Code沒幾套 那個980才有Mozilla 所以97年你只能看什麼 1997年你只能 全世界能看的Source Code沒幾個 你只能看Apache 你只能靠Linux Kernel 你只能看GCC 然後那時候買SQL 我忘記為什麼沒看 好你們就是 我在1997年我只有看到三套玩 就是GCC 然後Apache 然後Linux Kernel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1997年我看這三套玩意 結果到2000 2016年還在看這三套玩意 所以 就是說那個時代沒有什麼太多 那Open Source的軟體 那當然有些 有些軟體像什麼Wine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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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紅酒那個Wine 就是那個模擬器那個Wine 對 就是那個 模擬Windows那個Wine 但這個軟體從1993年就出現了 所以我記得97年好像有看過Source Code 不過有看沒有懂 因為 對Windows不熟 所以真的是有看沒懂 那後來就是說 我當時遇到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很迷戀某些東西 可是我那時候很迷戀七家家 所以像STL怎麼實作 我花很多心思去看那個STL 那學STL也是有好處的 就是你學會資料結構 學會所謂泛型承設計 那後來我解出一本書叫做 泛型承設計 那是2001年之後的事情 不過我在1997年就開始看 那時候看一看我其實有點後悔 因為我是在 比方說你講紅灰素我也不懂 然後你講那些圖論我也不懂 所以那些大部分的資料結構演算法 都不懂的情況去看Core 所以我看得非常痛苦 就是我衝到你在浪費資料實驗 而且最慘的地方是 我看的Core 在新版機器其實是變不過的 為什麼 因為C語言當時在快速變動 而且那個STL實作也是快速變動 然後最慘的地方是 我衝到你都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我學會了很多技巧 但衝到你都沒有拿來用 那一直到後來 大學做一點東西出來 這個可能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那時候做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我那時候給自己的目標 是大學畢業之前要做一套 要做一個Web Browser 然後做一個Java Machine 然後做一個作業系統 所以自己開發的作業系統 可以運作Java Machine 然後上面可以運作Web Browser 是我大學畢業之前的目標 不過在大學畢業之前 就把這三個做完 所以就好像大學給我練完了 好 另外就是說 我在真的實作這三個目標的時候 才發現怎樣 才發現說這個Core要怎麼用 所以我再次強調就是說 我們今天不是來教大家技巧的 因為 技巧是這樣 技巧是伴隨而生的東西 你最重要還是要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我希望說 讓大家去想我們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我可以用什麼方式更好去解決問題 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 所以第二個項目呢 是所謂的這個Object Model 這個Object Model 基本上是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bject Model 那這邊有個實作非常的棒 在Github上有很多Code 真的寫得非常好 我選出幾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Code 這個Code就是 它用了很多那種現代吸引員的那個 實作的技巧 然後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樣在吸引員的基礎上 它去實作的是什麼 Essession Handling 所以熟悉那個C++跟那個 Java朋友知道 Tricatch Finary Finary 是Java的一反 所以就這樣 它可以站在吸引員基礎上提出 Essession Handling 然後你可以實作這個 class跟interface 然後還可以實作什麼 這個單一繼承 Java風格的單一繼承 然後甚至還可以做什麼 Introspection Introspection的話 如果說你有接觸說 G-Object的話 G-Object也有Introspection 好 這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強者Think的文章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G-Object Introspection 縮型叫做GI 這個GI 是整個Ganone的一個計畫 所以就是說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G-Object 就是在那個Ganone裡面 它的那個物件系統 就叫做GI-Object 那韓式庫叫做GI-Lib 所以GI-Lib 它可以處理好多個 以GI-Object為主的 對不對 的物件 那每個都是 每個都是 照著GI-Object的方式去宣告 那這個實作面 跟什麼 跟這個 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技巧是很相似的 只是考慮力比較複雜 那 Introspection在做什麼 就是說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一個物件執行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它是什麼型態的 再想知道 我們想知道 一個物件執行的時候 它是屬於什麼型態 以及它繼承是哪裡 就是 這個東西我身為叫什麼 叫做RTPI 就是Rontime Type Identification 就是我在執行時期我會知道說 這個 物件的型態 物件的資訊 像這種 那 introspection再更細一點 introspection 它想要知道的東西更深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它想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除了剛才講的那些繼承 它想知道那些界面 不需要 不需要 那 對 好 那所以我們想要知道的議題是比較深入的 那你有GI之後 你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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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執行到一半 你看 物件的資訊我們可以掌握了 你甚至可以把不同程式的混合起來 因為過去程式語言跟程式語言不能混合 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的物件界面是不同的 但是有 有G-Object Introspection 或是叫做GI之後 你可以把不同的程式語言包裝成一致的界面 透過GI包裝成一致的界面 所以很多語言就會相互存取的資源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你需要在執行時期揭露很多執行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滾東 像各種Casting的機制 然後暫時開始還有不同程式語言的特性 Eat這種的 好 那是像什麼 C++的LIFE SIDO管理 叫RTII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強大的地方是什麼 它完全站在C的基礎上 去提供了很多進階程式語言技巧 就是C++也好 C上也好 C上也好 Python也好 Jer也好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 它以為那種進階的技巧 好 當然我今天不是來教大家怎麼用 我們來看一下它用的技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header file裡面 這個 這inc底下就是header file 那header file底下有些tools tools的目錄 tools的目錄 裡面有包含很多資訊 所以包含說object 包含type class eception 那我們今天來選一些來讀 比方說我們來選的object new跟delete來看一下 object跟type來看一下 好 然後第一個我們來看一個神奇的macro 注意到這個東西有點神奇 這個太神了 這個 你也看到macro的時候 你要素顽其境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看一個C programmer的素養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它寫出來macro 今天它寫macro寫這樣 你真的要覺得很感動的 這是非常高竿的寫法 這個第一個我們來先來解釋一個東西叫VAARGS 好 這是 這個東西從哪裡來的 這是從std ARG 這個東西從這個sd ARG開始 是這個standard argument 那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讓你做什麼 它可以讓你這個動態 動態帶有些變速進去 所以 比方說我們要實作的東西像printf 就是我們在這個想要實作的東西是printf 那printf最前面出現的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format 它的格式 format stream 就是你的格式 有百分比低之類的 就是format stream 然後接著就要出 就對應的 對不對 有第一個 就是 就是 第一個format format stream它接受的之串 或是數值 總之就說 這裡系列要帶進去的詞 所以你看 一開始是format stream 接著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就直接這樣類似下去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個東西後面也不是有一大堆 所以注意到 這後面有一大堆都叫macro function 所以這個東西叫macro function 就是說 這個macro function很有趣 對不對 就是它看起來像function 對不對 但是本質上是macro 那這個macro呢 就跟你宣告說 我這個可變動 可變動的參數 裡面 我從哪裡開始 從哪裡結束 好 那如果你要把那一點串把它帶進來 就這樣寫 好 所以這個在C99 有個東西叫VA arguments 好 VA arguments 就是那些可變動的東西 把它全部帶進去 好 好 那接著是什麼呢 接著是這個 神奇的地方還不是這個 在C99的extension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extension 叫做typeoff 這個typeoff是什麼呢 typeoff是一個 C99的extension 那這個C99的extension 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它可以去 在 注意到 這是在編譯時期 編譯時期 去把這個VAR的形態取出來 好 所以事實上 這樣子寫呢 就會取得一個形態 所以本來原本是CHAR 這個東西就代入用 注意到這一串 這一串 這一串就用CHAR代入 好 那CHAR代入之後呢 注意到後面後面有一個什麼 後面幹嘛呢 後面把它轉型 好 所以呢 先把一個 所以注意到 先幹嘛呢 先把強制轉型 轉成point to void 然後呢 再把它宣告成這個形態 好 然後呢 然後再去提取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member 好 所以這裡面的 Virtual是裡面的member 然後member裡面呢 還這個 這個Virtual裡面肯定是一個什麼 肯定是一個struck 因為裡面還有一個name 好 然後呢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name取出來 然後呢 這個list呢就是什麼 指向這個物件 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pointer 然後pointer 指向蘋果吸打 好 感謝 這蘋果吸打好厲害喔 有酒精的蘋果吸打 好 好 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說 呃 這個細部你要怎麼執行 你可以做一遍事 用GDP去那個 GDP呢 記得加 編譯的時候要加-G3 GDP G3 GDP G3 好 就連個member都可以支援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去分析什麼 分析這個 分析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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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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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其實 現在就這做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現在把這個物件結構 然後用用手工的方法 去一個一個把它刻出來 好 當然要注意到一件事 你不需要全部這些 對不對 因為你找只要找到一個寫了好的線索 就可以抓到這件事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上面講的這個list 我來看一下list THIS 對 那這邊呢就是什麼 這就是所謂的object reference 好 注意到好 這邊就是object reference 然後我們再繼續找那個前面講的net 好 那net呢 他就宣告在另外的這個virtual的桌子裡面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type 那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 就是說這個object c 他做的技巧非常高竿 所以他能剛剛那些那些資訊 其實記得在哪裡 他還有額外的形態 然後呢幫著net 然後再來幫著什麼 他的那個superclass supertype 然後呢再來是他會去實作 所以他會經常跟他見面 所以當然你為什麼會看不懂 因為他以為大家在弄好 什麼time point 什麼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呢 在這邊來講話呢 他就宣告這個 然後呢 這有一大堆的操作 所以他可以實作出類似什麼 他加了state cast 單個cast 所以因為他怎樣 他就在裡面去做的這個object model 然後這個42是有那個學問的 那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如果講不出來再留言吧 這個42是有學問的 提示一下 你把這個42拿去搜尋一下這整個project 你就會找到他那個 他那個一個很特定的一個位置 好 那總之你可以看到什麼事呢 我們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prepossession 我可以建立若干mac 去加速什麼 加速這些object的這個存取 好 然後呢 這個 再來是我們講一個essential handling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ccode 然後這個ccode一樣很強大 對不對幹嘛 在延展的c 所以在github有一大堆這種神奇的專案 然後我幫他選出來 這個我最大樂趣就是睡前沒事幹 沒事幹就拿這種東西出來 找到他有什麼好玩的project可以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西元 能夠實作這個essential handling 所以我們要try catch try catch 然後finery 像這種動作 所以問題是什麼呢 我需要額外的資訊去記錄這個essential handling 事實上呢 在西元來講的話呢 有個簡單的essential handling的機制 就是這種stay job long job stay job long job stay job long job在做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go2 西元的go2 他只能在同一個block裡面 go2 也就是說在同一個stack裡面 go2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跨越 跨越多個stack 的go2 你可以用一件事 用stay job 跟no job 然後stay job 來做什麼事呢 他把目前 目前的 比方說你執行到哪一行 我把目前的資訊記錄下來 所以幫你暫存器的資訊 幫你stack的資訊記錄下來 然後呢 接著呢 你可以在另外的地方 就是另外的function 完全不同的stack 可以幹嘛 可以把這個 可以把支線保存下來的東西 跳進去這些 所以這就可以實作出 西元版的essential handling 為什麼呢 因為essential handling 其實他的 他的關鍵在於說 我今天 我有個expecting發生 然後我特意到 對應到的handle 那這個東西是 跨越function 所以以前 你用go2 只能go2在 go2在同一個 同一個stack裡面 對 從一個block裡面 這邊go2 對 那你從那不能離開 function的scope 但是呢 你今天透過 stay job 你會跨越function的scope 然後做跨越 做出 方形跟方形之間的呼叫 好 所以呢 你可以注意到 他這邊呢 有include到這個stay job no job 但是還不夠 為什麼還不夠呢 因為我們需要額外的資訊 我們需要 記錄說他的什麼 ecession time info 所以 在ecession handle 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形態 所以注意到 我們也需要形態 那這個形態呢 就是你要去特別標 然後標 這是你還標什麼 你希望有個code stack 告訴你 ecession stack 他到底說 第幾樣 不叫到第幾樣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東西清一下 然後呢 最後呢 才是剛剛那個say job 那個data 好 好 等一下 會融化 然後這邊 ecession type的時候 有點麻煩 因為ecession的本身 也怎樣 他也有superclass 所以注意到 這也有superclass 所以這東西 實在是很不好做 如果你要完整實做出這個 這個ecession handle 你的話 你連superclass都要做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技巧又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那些macro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DNW macro 幫你做這種事情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說 第一次看到這樣朋友的 第一次看到這些macro的朋友 會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就是說 哇靠這真的是人寫的 對 這真的是人寫的 但是我要強調的地方 是在於說 你不需要 從無到尾去寫 你要學會賞吸 你要學會追蹤 那你要學會 最好的方法不是用看 是用寫code去呼叫 去改 所以你去找出 比方說找出這個專案 他對那個 exemplecode testcode 拿來改 拿來用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 這邊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前面就定一個macro 然後我們聊著 through一個exception 所以我把一個exception 丟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這樣 他就用前面那個799 那個 designet initializer 去幹嘛 就是那個 去標出他的屬性 比如說他是哪一行 然後他是哪個型態之類 他就標 然後去出發 然後底層一定是用 一定對應的東西 一定是那種sajjump nojump 那這裡怎麼實作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寫 那怎麼實作呢 你可以看到sajjump 跟nojump 就被用到 所以 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去trace 這張code 然後去找出 測成事碼 來幫我看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Essession Handling 好 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最後一個部分 來介紹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叫perlDB 這個perlDB實在是太強大了 這個專案 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去拜讀 結果去搞不太懂 這麼強的專案 為什麼只有那麼少的star 所以大家要去按 對吧 這專案非常的強大 或是太崇拜的作者 這個專案是什麼呢 這個作者 來介紹大家一下 這個作者是 就是另外一個關係 然後這個人寫的code都很強大 就是程式碼短短的 然後非常的 就是 他的程式碼不是很多 但是解決問題非常深入 所以你看 他 他 他 比方說你看他一個CBuff CBuff 他就建立一個什麼 他建立一個 Map的區域 他一個 環中的Buff 然後他後來 後來perlDB就是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database 然後 他寫一個什麼 BT的那個 Bittorrent的那個 library 然後這個作者 基本上他寫的code都非常的精簡 然後非常的 非常強大 所以非常非常 值得大家去學習 然後這個專案在做什麼事 因為 考慮一下 HDP的存取 HDP常常會有什麼 會常常會 我們常常會去存取到某個 某個 某個數值啊 比如說你用google translate 或者你用 什麼線上字典 你上次要查什麼 會字 所以你不要查詢一個字體用 查詢一個字 是不是存在資料庫 那你就回報一個字 所以他想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 因為很多這種操作 這種key layer 那他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說 它是一個很快可以回應的 它是一個Diabase 它存key跟value 某個key 然後某個值 然後每次request 然後回應 它是一個這樣 一個HDP request response的那種風格 好 但是我們今天重點不是Diabase 我們今天重點是 裡面有個code很強大 就是在這段code裡面 有個東西叫KLIM 這東西非常的強大 我真的覺得這個code 可以獨立出來 這段code寫得非常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在哪裡 所以我們來學會品味 學會 學會 然後 然後這邊 第一個他是 MIT S11 license 這種 license 是什麼鳥 這種 license 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說 他的 license 就是這麼簡單 就跟你講說 我叫什麼名字 然後 然後我拿一年去創作的 然後底下又講什麼 底下說 不要把老子的名字改掉的話 你只要不要把老子的名字拿掉 你可以隨意拿來修改 可以整合到其他專案可以發表 然後可以甚至去改變授權 然後注意到 你可以改變授權 你可以拿去賣 只要不要把老子的名字拿掉 就行了 好 對不對 帥氣吧 對不對 什麼叫強大 對不對 強大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 把老子的空拿去買 我也不建議 對不對 反正你賺了沒有老子多 對不對 然後這樣就好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叫MITES license 然後 這個 caliber 這個labyrinth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他實作的 在某個層面 他實作的類似ST的東西 但是比他簡化很多 因為 在實作這個perlDB的時候 這個原始作者遇到一件事 他其實需要很多資料結構 那這個資料結構呢 需要很多那種 范形的處理 就是說 比如說 比方說Sort 他可能對一堆Fort做Sort 對一堆Double說Sort 不是對一個比較大的資料型態做Sort 對不對 那我也說他不可能寫那麼多種Sort 對不對 不能寫IntegerSort FortSort 寫一大堆什麼 什麼LongSort 之類的 這個很沒有效益 所以 他在這邊實作的過程中 他其實實作一些通範型態 好 那底下這邊有一些文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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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請你回去看一下 那他就跟你講說 他這個 這個 他做什麼事 那 我們這邊挑出我們幾個 我們想講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他寫得特別好的Cor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就是說他第一個 他比方說他建立一個什麼 Hash Table 所以就這樣 KHash就是一個Cash Table 然後再來是KBtree 就是一個search tree 建構在Btree之上的一個search tree 然後再來是一個提供一個Sort 幹什麼 那個Sort可以有不同的實作 有MurchSort 有HeapSort 那也有那個什麼 QuickSort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叫IntroSort IntroSort 是什麼鳥 IntroSort基本上它是這樣 它就是說它是把QuickSort 跟那個MurchSort 把合併起來 QuickSort 在某些Case下 我遇到的WorstCase 比方什麼呢 一個序列快要排序完成的時候 它的時間複雜度會變成N平方 或是說QuickSort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如果你排序的數量太小的時候 比方說你小八個的時候 QuickSort可能會得不償失 因為你要切割再切割 這會有額外成本 尤其你用實作 用地毀棒的去實作的話 所以IntroSort是什麼呢 它把QuickSort跟MurchSort 合併起來 數量小的時候 用MurchSort 或是遇到QuickSort的那個什麼 WorstCase的時候 有改用MurchSort 所以它是一種混合式的那種 混合式的那個 收藏田實作 那基本上現在葛諾的C Library GlibC來用 GlibC的內部實作就是IntroSort 那包含那個BSD FREEBSD的那個實作也是 也是IntroSort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 所以它有好幾個實作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作層面 所以我們先來看那個 K-Sort 先來看它的範例 注意到了 範例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的範例怎麼寫 這個 第一個它就Include它的K-Sort 然後接著你寫一個K-Value 注意到了 PerDb它最多用途就是那種K-Value 所以我這樣也是一樣 我就針對Key去 或者針對Value去排序 好 然後這邊就寫什麼 注意到一開始先去幹嘛 初始化 就把這個Pair 就是它的Pair型態 這個PairT 把它寫進去 然後它比較的操作 就是比較大一小一的操作 把它帶進去 然後就Compare Compare 就Compare再帶進去 然後我這邊選用什麼 我選用的是None 所以我這邊是相容於None這個型態的 所以排序就會以什麼None為基礎 好 然後接著寫Compare就單純了 比方說初始化一個 初始化一個亂數 然後幹嘛 然後把對KeyValue做的 就是對這個Pair 就是一個對一個對Pair的幹嘛 去初始化這些數值 然後這時候弧叫什麼 MergeSort 好 我們真的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MergeSort 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這個MergeSort 在西元標準韓式庫的實作來講 注意到 西元標準韓式庫的QSort 這樣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QSort來講它實作面很麻煩 你看 我要特別去指定Size 我要指定它的數量 所以我有個別的Size 還有總量 有這個總量之後 我在後面帶一個Function Pointer 就是這個Comparator 好 但是你可以注意看 注意看這個 這個Generative版本 你根本就不用指定每一個單位的大小 為什麼 我在初始化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好 所以注意到 KeySort在初始化的時候 我就決定每一個的大小了 所以我根本不用講它多大 我只要知道說我從哪裡還要哪裡 所以對應到STL概念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Start 跟一個Begin 一個Add 好 然後你也可以探望不同的Sort 這邊有這個MergeSort是Stable 那那個 introSort是 是QuickSort跟MergeSort合併 所以它那個 它是那個 introSort 它可以是QuickSort再加 ShareSort 也很加MergeSort 不過本質上它是Unstable 因為它主體是QuickSor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它的實作面 你可以用不同的那個搜尋演算法 然後呢 但是你的處理的資料方式是怎樣 它是用一字的 一字的界面 好 既然你知道它怎麼實作之後 大家來看 這個 怎麼用之後 我們來看它怎麼實作 好 第一個你看到一件很有趣的是什麼 它用Maker去定義 因為 比方說像那個 CrewSort也好 BubbleSort也好 MergeSort也好 這邊要幹嘛 你要去比較Lab 你要去交換 所以它實作的東西很好玩 它實作一個swap 好 注意到 這個swap注意到一件事 我完全怎樣 是代入一個型態的 所以你看 那swap 然後就幫它去swap 然後呢 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MergeSort 然後這個MergeSort 注意到 它這邊怎樣 也是沒有固定型態的 是嗎 MergeSort 然後呢 所以它剛剛一定的時候就帶著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comparator 然後再來是不同的型態 好 然後呢 這個 中間是演算法部分 我們就先跳過來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好 然後呢 再來是它底下有好多個不同的 是嗎 什麼 hipSort 要去調整的 然後 這個 insertSort 他把一大約sort的那個方式寫到這裡面 所以全部都是在header file 全部做完 所以 你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它這個實作層面 就是剛才看到那些sample code 剛才看到那些sample code 它最終它會透過這個header 把它的實作本身帶 展開 那這件事呢 對database的實作特別有意義 我們再回想一下 今天這個pervdb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database 它強調就是它的那個速度 所以它甚至連這個function code的成本 注意到 它連function code的成本都降低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它在sort的過程中 所有的操作 merge sort intro sort 什麼comple sort heap sort 什麼small sort 不知道什麼櫃子 反正就是這一大約sort 全部都是用header的方式 全部都是用may code的方式去做 所以你看到這code 全部會展開 當然說那你呼吸很多次就會展開多少次 對 但是 以database的應用來講 是有效的 因為它在於是那種效能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 因為現代的CPU的cache夠大 i-cache跟d-cache 變得非常大 比方說以這個A57來講 你現在 你這幾年買的 最近幾年買的手機 基本上手機裡面就可能有A57了 A57 Cortex A57的處理器 Cortex A57 不要寫錯字 Cortex寫錯會被靠得住 Cortex跟靠得住只差一個字 然後這個Cortex A57 它的印刷區可以有多大 它印刷區可以有48k byte 所以我們去想 什麼叫48k byte 其實你在畫面上看的東西 這個code 從這邊到這邊 48k是可以涵蓋的 所以意味著什麼 只要你的實作層面做得夠好 你可以完全讓這些code全放在 看哪裡 放在印刷區裡面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你的locality設計好的話 就是你cache coherent locality設計的好的話 你很可能你所有的data 所有的印刷區 都可以在怎樣 都可以在cache裡面的事情 這個東西是 是比這個memory操作快50倍 有可能快50倍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所以 也許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朋友 會覺得很懊惱 很奇怪 就是很納悶 就是說 為什麼這code寫那麼稠 的時候不寫有function 對不對 這是有原因的 當然 比較熟悉西元的朋友 或西家的朋友說 不是有inline function 對 不過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inline function它只是提示卡牌的人 去幹嘛 去做最佳玩機 結果去展開 但是卡牌的不見可以完完全展開 所以有些卡牌的人會給你一些 RyExtension 比如說這個GCC給你這種 Force inline Force inline 有一些attribute 給你attribute 就是說我把某一段 function 想不到它展開 不過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在有些注意到效能 或者注意到 Port of Beard 注意到那種不同平台的那種 的相同性的程式 基本上會 有很多都用這種Maker的技巧 去把它展開 去把這個code把它寫出來 不過Maker的debugging 真的比較困難 你很多時候就是 依照寫錯 因為它是 這個東西是在C preprocessor的階段 然後再展成Ccode 所以你有時候寫錯一行 你可能在看法班 才會發現 這是在Maker的debugging 比較困難的地方 不過索性 你只要會用 會賞息 找出好的實作 然後來應用 或者去調整 那其實就可以做很多事 好 然後呢 這個 好 這個朋友問到一個問題 這個朋友問到一個問題說 這個StateJump 跟LongJump 可以快樂 Thread跟Port of Beard 這個 Port of Beard是不行的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我有問這個問題 Port of Beard Port of Beard 有個很重要的差異在哪裡 Port of Beard 有獨立的Edge Space 所以它地址空間是獨立 意味著它有完完全的不同的Stack 對吧 所以這個StateJump 基本上 LongJump是沒辦法跨越Port of Beard 那它可不可以跨越Stray 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到 有一些後 後座 後座 負語證 就是 賽費 副作用的後語證要考慮到 因為 因為 你今天是直接變換一個Stack 那這個Function的這個 變換的時候呢 會遇到什麼 有可能與Entrance的問題 要考慮進去 所以這個 因為StateJump的動向 基本上它本質上是不考慮Thread的 所以它跟Thread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Thread在執行的時候會有 會有狀態的問題 還有Re-Entrance的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要考慮進去 好 好 OK 那我們 今天時間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討論區來提問 我喝一下有酒精的蘋果吸打 然後大家也可以貼上來 好 不用了 真的沒有人遇到問題嗎 好吧 如果沒有遇到問題的話 各位還是可以想要問題 不過我們接下來就廣告時間 好 這個我們暑假要開始了 應該暑假已經開始了 我們暑假有安排一個活動 安排什麼活動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年的目標 我們今年的目標是這樣 我們今年已經在國際的研討會 主要都是在Linux Projection辦的研討會 我發表了 所以在Embedded Linux Commons 還有Open IoT Summit 我們在今年的Open IoT Summit 有發表一個成果 所以主要是基於 這個Embed OS的一些研究 還有一個程式法貢獻 然後我們今天 也聯絡一些朋友 就是安排一些到 矽谷 歐洲工作的 這些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安排 然後我們 我們花更多心思 在這個暗的這個需求 那因為暗在新竹研發中心 它主要是看到Colus M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詛咒 一個是A系列 一個是M系列 那A系列的話 今天的目標就是暗18 好 那我們在今年有一個新的課 是在成大志工所 然後在秋季班開始 9月開始的這個 禮拜五 那禮拜五晚上 然後 你可以通過 線上參與這個課程 課程沒有錄影 因為 課程不只沒有錄影 還要寫切解書 就是 因為我們會揭露一些科技公司的一些生態 這東西如果揭露出去 可能會有些問題 可能會被告 不會已經找到律師 不過如果在座朋友 如果對一些律師朋友有認識 也可以推薦一下 因為我想要把 我家做事很簡單 去揭露一些公司的資訊 我覺得很多公司就是 都是資訊不對的 其實這對學生不好 因為就是 很多人是這樣 就是工作經驗20年 但是一年工作經驗 差不多20次 那我覺得我們學生認真一點 就可以打怕那20年工作經驗 有些人就是養老賣老 所以我們學生 如果對症下腰 要技術我們就讓他學技術 要油條讓他學油條 要人情世故就讓他學人情世故 要莊莽就學莊莽 要搞小小小把戲 我們也來學這個 反正我們就教這個 這個真的是生存之道 這沒辦法 我也不想這樣教 但是看到很多學生被奴隸 沒有好好的被安排 我覺得這個不太對 另外就是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這幾個 然後再來是我們有排一些 就是我們有些學生 就安排一些議程 然後除了這個信道講座之外 我們還有實體課程 實體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話 有幾個實體的 那暑假的話 就是主要的話 就是這三個部分 那前面兩個是在7月份 然後在台中的話 你在8月份 然後晚點我把它貼出來 那台中的話是在7月中旬 然後台北是在7月下旬 然後你在這邊可以找他相關的資訊 就是我們這個環境專頁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台北 台北 台北廠的資訊 台北廠的資訊的話 就是說主要是在探討這個西議員的程式運作 所以跟我們這個信道講座有點像 這是用非常快的方式前進 然後呢 所以探討這個系統比較 然後 一些 iPhone手機裡面用到一些什麼 加密的 加速一些加密演算法 一些操作 然後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就會去探討像多核心 兩種可能聽過 這個Big People 然後A系列的一些設計 然後再來是虛擬化 7月份 虛擬化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然後我們今年會去 我們今年會用一個方式來 嘗試一個方式 就是這個 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嘗試 比方說我開發一個 開發一個小型的Hypervisor 像這樣 就大概 它層次碼大概2000行而已 一個2000行的Hypervisor 我覺得2000行很重要 因為2000行是你 用三個小時可以發行 發行為完的 你就是用三個小時發行 就可以想完2000行 因為2000行很多都是那種 那個什麼 那個大括號 小括號這種東西 那2000行的關鍵就在於說 它是一個相比短的call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使作一個Hypervisor 然後讓Linus可以這樣 經過修改Linus 可以在上面執行 所以它是一個 就是它修改Linus Gast 所以你想要以下一個 Hypervisor上面有一個 Gast always 那這個什麼好處呢 這個你可以學習怎麼去 怎麼去更了解這個 ARM的架構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這樣做 就是讓大家去更了解 這個ARM的架構 而不是只是學那個 什麼用ARM的組合圓 寫A加 A加1.2 我覺得很Boring 我覺得不寫這種電器 那種白癡 我們要寫就是寫那種 Compile的 沒有辦法伸出的code 或是關鍵的code 然後再來是這些 Hypervisor 跟那個Micro-Kernel 一些 整個IoT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有些跟 Utip 1的部分 然後跟ARM 還有效果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看到這個 看這個 Micro-Kernel 那這個 事實上有很多新的設計 像尤其看那個 Big Little 或者一些 ARM的一些 一些新的機制 有很多這種Hyperwise的電型 好 然後基本上 就是因為這個活動 辦在這個台大志工系 所以這個 台大電機知識學院的實證 基本上你出實證件 就可以來了 那如果你不是 台大電機志工的學生 在校學生 幫我們方法 很簡單 就是讀資料 讀書 讀書 讀了三分之間的書 這沒幾個啦 自己看看就看完了 大概你只要花 4.5天應該就可以看完了 好 4.5天 如果你4.5天還看不完的話 我只能說 可能你的一天跟我的一天不一樣 反正 一般來說4.5天也看得完 如果你4.5天沒看完的話 你可以出去走一走 所以就要先看書 看完書要幹嘛 看完書 要幹嘛 要提問 要提問 所以要提問幹嘛 提問就是說 不要讓我們來看一下去年同學的提問 他讀了資料之後 他要寫一些心得 然後 還有提問 提問 所以你看 他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 他問題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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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該問到這種等級的問題 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想要是說 讓大家是有準備而來的 如果你沒有提問 你表示你懂 已經懂你幹嘛來 所以就不需要來 把機會讓給別人 如果你剛好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困難 就沒辦法在那個7月19號之前 讀完這些資料的話 你怎麼辦呢 我可以捐你錢 好 那這個 我要特別聲明 我呢 不是這個開放文化基督會的總監事 所以之所以叫你捐錢是這樣 是要來過濾人數 對吧 因為我們之前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一間教室椅子 容納60人 結果來了250人 兩百七十人怎麼辦 沒辦法你知道嗎 搞到後來我都不能呼吸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所以請你 盡可能去補資料 突然資料 然後把這個題目寫好 那不然的話就 來贊助一下我們這個開放文化基督會 好 那這個是我們7月份的課程 然後那個 我們基本上涵蓋的東西就是 我們下一次的時候 會跟大家公布一下 那個8月份 在台南的話 那在台南開的課 跟前任的課不太一樣 就是講在電腦 電腦科技理論 還有教大家怎麼去面試 我覺得這件事要交來 因為美亞公司專注的點不太一樣 那有些公司考的題目 就會在台南那幾題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請律師嗎 因為我怕出一些問題 不過我覺得揭露這些資訊是必要的 為什麼 為什麼考題不能揭露出來 我不懂 對 好 那另外就是說 那除了考題以外 其實它每個公司在有生態 所以要搞清楚 針對這個主板來講什麼話 針對另外一個主板來講什麼話 這需要 這需要培養 然後有時候你要事故莊弱 來注意到 我們有時候要莊弱 莊弱幹嘛 莊弱才會辦法 就是 就是有些心理層面的問題 去營造 你不能開始說講強 唉唷我這個會這個會 突然被人家打怕 唉唷 唉唷這麼厲害 這個會那個會 會不會很厲害 那你剛好遇到什麼不快會的事 好 Anyway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我們去探討這幾個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探討議題 這個 然後你的系列 然後A系列 M系列 然後編輯 然後做一些用虛擬化技術 還有還有 今天會加重一點Linux的部分 那不過Linux 什麼探討我還在想 因為很多人對 很多人說他不懂Linux 我覺得那根本不是真的話 就是人家說Linux好難 都屁啦 給你Windows的Syscore 你也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不是Linux好難 也不是Windows好簡單 不是 不是啊 因為你根本不懂做一些 OK 所以 我沒有打算要教做一些 的基礎概念 而且你必須要注意了解 所以我在想要怎麼去探討 這是我們下半年要做的事情 好 然後我們 我們最近會發佈一個 Cloud Infrastructure 基於OpenStack Cloud Infrastructure 然後OnStack 那我們會公開的 讓大家存取一些網路服務 OK 然後下半年希望你來探討一下 AOSP的設計 這個東西可能還是探討一些 變動中的東西裡面的不變動部分 像一些Finder 像一些Graphics部分 這個東西是從Android一開始的版本到現在 沒有大幅的改變 好 我們回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AOSP會不會OpenStack 廢話 當然會Open 才2000 不Open怎麼不行 Open也可 當然要Open 好 然後這個 好 就問一下 不是 不是 就是我們要考慮的議題是很多的 比方說那個 因為 你要StayJump NoJump 你會改變的東西是什麼 你要改變的就是那個 程式那個資金順序問題 所以你可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Entrance的問題 所以你要去解決是像這種等級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狀態問題要解決 還有像那個TLS 像這種問題要解決 所以說 簡單來說 StayJump NoJump是沒有考慮到Spread 所以你必須靠自己的方式去處理 好 然後 問中彈Cache的問題 哥哥你還是先把議器元寫好 可以嗎 好 然後再什麼 這個 預處理完 GDB P 預處理 這個 哥哥你可以先把中文表達寫好嗎 好 可以啊 好 然後有人問一個問題是可能禮拜一的問題對不對 對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有朋友問到這個問題 他看到那個有個mini暗威時 那mini暗威時他針對引擎是什麼 他是針對 SDN3P03 事實上那是文件 看一下有文件的 你們看到有文件的 這邊 這邊有文件 就是說這個SDN3 然後這個 它可以支援這個PIN3 那事實上在新典版本 最近有個學生把它加進去 把SDN32F429iDiscovery 所以可以用Codex M3 也可以用Codex M4 基本上怎樣 這個兩個都有支援 左邊是模擬器 右邊是屍體 這兩個都有支援 所以你可以抓下來幫忙看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黑PIN如果可以準備Codex M4 對啊,這很重要 我們現在用這東西很難用 好,看一下 好,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就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 太好了,剛好10點 好,那感謝大家參加 我們下個月就來探討這個 跟Linker 跟比較進階的一些議題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